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们再想吃吃猪肉片了 也就像我们这样子 麻辣辛香肉质滑的 而且做法看一遍就能学会了 首先把里脊肉切成薄薄的火片 切好的肉片 加盐 胡椒粉 一个鸡蛋和上去葱姜水 先开烧半句这边手 让肉片充分的稀薄水分 再来一勺淀粉 继续炸半句 最后再来一勺油 锁住水分 锅中油热 放葱 姜 蒜 一边炒出香味 再倒入一包这个窗妹酱 这个酱是大厨的 与比例超最好的 它可以做很多种麻辣味的餐菜 不管是涮饱 不要做麻辣豆 还是做饱血网 都特别的好吃的 你带这里面有六小包 一小包就可以做一份 其他的任何调料 永远就要放了 熬出香味以后 再倒入市场的精髓 烧开以后 倒入鸡蛋和上去的配菜 煮熟烧中 现在玩 然后开小火 均匀的爆肉片 我每天都可以讲 给他美食 麻烦能够点个小雾 鼓励一下吧 冰了满蟹 等肉片成熟以后 再均匀的飞到鸡蛋 连汤带肉 粉纸糕在碗里 再放花椒里 干辣椒 蒜末 桃花 和白芝麻 最后泼上一勺油 发生香味 就可以开始了 现在最终于柔补铁 麻辣鸡香 就是滑的 是不是很简单 你也干净了 坐起来吧